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劝大家马上找地方躲藏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久以来圣经的预言被认为非常的神秘 古代的文字 解不开的密码 象征 表号 这些都在描述不久之后即将发生的末世重大事件 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些预言密码的意义吗 什么叫做瘦的印记 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一个电脑的晶片 记忆体被种植在人的皮下组织或者是身体内部 谁又是狄基督呢 狄基督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或者是这个狄基督仍然躲在某一处 恐怖分子的攻击是不是会增加地球的苦难呢 我们是不是会经历末日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和七大灾难呢 当主耶稣基督再度复灵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的避免自己被遗留在地上呢 我们是不是知道何时是地球的末日 我们要如何的祝备自己 您现在即将要观赏的 是圣经里所提到的地球的末世的重大事件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些奇妙的真相 圣经里所提到的末世重大事件 圣经预言中的末世重大事件 主讲人Dr.Vetramus 第一幕 末世的征兆 但以理啊 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世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切心研究 知识就必增长 但以理书12章4节 世界末日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又会是什么时候发生 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 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问题 圣经里的先知 但以理提到在世界末日来到之前 世界上的人们会增加知识 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应验了 让我们想想看 近代的交通业的迅速发达 在过去的六千多年人类历史当中 人类没有能够比一只马跑得更快 如今从前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到的地方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才不过几十年当中 电脑的产业就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成长 是从前的人无法想象的 事实上 但以理12章4节中说的知识就必增长 跟应当被理解为 人们对圣经预言的知识增加更多 这些都应验了 但是圣经里头对于末世的预言 不仅仅是在但以理书里 其他圣经书卷里 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话题呢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 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今世界上的政局动担不安 自然灾害的增多 使得人们活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想想看 在过去的100多年之间 我们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再加上各国之间的纷争 和恐怖分子的各式各样的活动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天然的灾害 例如说地震 火灾 洪水 台风 还有这个龙卷风等等 这些都开始不断地增加对地球的破坏 令人惊讶的是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1章里 已经预言到 末世的时候仍有能力毁灭地球 在启示录的11章18节圣经说 时候到了 上帝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 上述这项预言的确已经很清楚的应验了 在以往几百年中 人类只能够用带有火的弓箭射向敌人或者使用炮弹 但是 现在人类所发明的武器 却能够在瞬间就消灭地球上很多的生命 事实上 耶稣曾经预言过 如果 祂的来临要往后延的话 那么没有任何生命能够活存下来 耶稣曾经警告过 我们必定会面临这一切的灾难 但是这一些 却只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人类的行为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些卧室的现象呢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所残言 不能制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三节 没有人能够否认 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 社会的道德越来越降低 越来越败坏了 每一个世代的人 都在道德行为上 越来越往下沉 结果 无耻之心 就变得越来越无止境 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很不幸的 最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了 在罗亚的时代 由于道德的败坏 最后洪水毁灭了全世界 在罗德的时代 也由于逆性的情欲 最后天上降下火来 把所多玛和阿摩拉城给烧毁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建造 到罗德搓所多玛的那日 就由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质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路加福音17章28到30 因此同样的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败坏的道德和行为 是否会遭了从天而来的审判呢 除了社会上的道德败坏之外 圣经也曾经警告说 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灵媒和异端宗教的流行 圣经常久以来 所禁止的和鬼魂之间的相交 和鬼魂交谈的行为 最近也慢慢在教会 越来越兴旺起来了 电视和电影也开始流行 使用巫术和异端宗教的邪术等等 甚至很多年轻人也热衷这些事情 虽然社会上有这些不道德的 和灵界的异端现象 但是圣经却应许说 上帝的恩典大过于当今的罪恶 在这些末世的重大事件当中的 唯一的希望是 耶稣应许说 在他复灵之前 福音会传遍全世界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马太福音24章14节 在过去 传扬福音上面 有许多无法突破的 克服的障碍 但是今天 却都一一的克服了 透过宣教室书籍 录音带 光碟 微信转播 电脑网络等等 福音到达全世界的速度 非常的快 救恩的讯息 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 已经广传到全世界各处了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处在世界的末世 知识的增长 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道德的堕落败坏 许多异端宗教的盛行 都在告诉我们 世界的末日尽了 许多这方面的预言 都已经应验了 但是 除了上述的事情 圣经还预言到 在末后 还有善恶之间 两个大的势力的这个征战 也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 在不久之后 肯定会有 全世界规模的重大的危机 是影响全世界的 并且是前所未闻的 到底什么样的灾难 会引起全球规模的危机呢 又会是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恐怖分子 所进行的毁坏呢 还是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呢 或许是地震 也或许是宇宙中的 某一颗行星撞击地球 也有可能是 人类使用生化武器 彼此残杀 又有可能是 综合了上书所说的一切 圣经没有明确地说明 这一切的细节 但是圣经却明确地指出了 灾难之后的状况 接下来 我们要说明的末世 重大事件 是令人震惊的 甚至连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都没有能够事先准备好的 第二幕 世界的两极化 当这些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世界各国的领袖 都会挣扎着应付这些灾难 同时在另一方面 真正忠于上帝的基督徒 却会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 死后 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依旧因他的荣耀发光 启示录十八章一节 这一个使上帝的子民发光的 就是圣灵的能力 他们勇敢地为上帝做见证 呼召教会进行改革 并且带领失落的人到上帝面前 他们坚定地遵守上帝的话语 劝告世人悔改 并且遵守上帝四条诫命 全世界各地都会有教会的复兴 并且圣灵充满传道人和教友的内心 热心地为抢救灵魂而热心做工 当圣灵的工作 约加兴旺时 异端宗教也积极发展他们的势力 恶魔邪灵装扮成我们已经去世的家里人 或是所谓的圣人 异端宗教说 世界从此要更加的平安稳妥了 圣经对于这些传扬错误道理的人警告说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 您可以想象 这些施行超自然能力的人 能够影响众多的人 并且很少人能够抗拒他们 到这时候 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就逐渐失去影响力 无法拦阻全球范围的堕落败坏 在这样的政治 道德和环境的巨大变化当中 人们就极力地想要 有效地来阻止普世性的道德败坏 宗教和政治领袖们 因受到宪法机关要求 就制定更强的法律来约束人们道德规范 维持世界和平 在这些错误的压力之下 政府就制定了法律 但是这些法律却与上帝的律法相违背 但是上述的这件事情 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记得在旧约时代 但一底书第三章里 尼布甲尼撒王也曾经制定法令 命令全国百姓要磕头伏地敬拜 象征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的金头像 但是三位西伯来青年 却非常的清楚这项法令是违背了上帝的第二条诫命 三位西伯来青年 他们就坚决忠心于真神上帝 他们不拜假的像 尼布甲尼撒王愤怒 下令将三位西伯来青年丢进佛庐里面 但是上帝却彰显神迹拯救了他们 除此之外 还有但一里和狮子坑的故事 在但一里书第六章 有波斯王下令全国人民在三十天当中 只能够敬拜国王他自己 但是但一里知道 如果遵守这一条命令 就表示他要违背上帝的第一条诫命了 因此但一里不顾生命危险 照他束长的方式开着窗户 向真神上帝敬拜 但一里的敌人就马上通报国王 国王就在不忍心的状态下 把但一里丢入狮子坑中 但是上帝再一次彰显了大能 拯救了但一里 同样的圣经的启示录 也一元到了末世的时候 恶魔邪灵会强迫世界的政府 制定法律 影响人如何的来敬拜上帝 这些法律在外表上 看起来是在提倡道德 但是实际上在背后 却是为了受的印记和敌基督 预备了他们的道路 正当充满危机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切换能够获得安慰 使他们的处境能够获得解救 此时出现了惊人的假象 全世界的各地都听到 有人惊讶地大叫说 耶稣来了 耶稣回到世上来了 这时一个身体发光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出现 自称是上帝之子 大批的媒体新闻记者 赶来采访这个人施行神迹 他们也不断地听到了他 从口中说出圣经里面 耶稣所说的话 这件事透过了卫星的实况转播 全世界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这个事情误导 并且误信 这就是应验了圣经的话语说 众目都要看见他 许多不同的宗教组织 都因切盼望救世主的降临 因此这位伤爽发光的人物 看起来就像是上帝 垂听了他们的祷告 但是圣经在哥林多后书 却警告我们说 撒旦能够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欺骗我们 很不幸的 那一位不是上帝的真正的独生子耶稣 而是撒旦所装扮出来的 撒旦要用这类的方法 来集合世上的人 并且造成世人 有一个错误的敬拜上帝的方式 也就是说 撒旦要误导人接受 并且使人跟随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第三幕 宽容时期结束 撒旦的欺骗 的确是对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许多的宗教领袖都相信 并且接受了这一个大骗子所误导的 所教导的错误的敬拜制度 由于世界各地灾难的增加 使得教会的领袖们都承认 他们没有时间犹豫 必须要复合这位假的救世主的教导 并不是所有的世人都被欺骗 少数一些人留意到圣经里的警告 提到了敌基督的欺骗 他们知道假基督的目标 就是要引导人离弃上帝的诫命 但是这并不是撒旦第一次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当基督在旷野里遭受到试探的时候 撒旦也装成光明的使者来到耶稣面前 这就是恶魔撒旦的真面目 他诱惑耶稣不要去遵守上帝的话语 因此撒旦要以同样的方法 来欺骗整个世界 来背弃上帝十条诫命 世界上的人面临了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刻 假基督的出现 各国间的冲突 形成全世界的人两极分化 要不就是跟从圣经教导的人 要不就是跟从受的人 人们都忧心忡忡 宗教也变成人们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在电视机前 收音机的广播、法庭的辩论上 忠于上帝的子民被带到世界的领袖面前 他们根据圣经在众人面前强有力的辩明 他们反对错误的敬拜制度的理由 上帝的十条诫命和真正的敬拜制度 是被提出来讨论的中心问题 受到圣灵的感动 也听到上帝子民根据圣经的影证 城前上万的人就离开他们过去所参加的没有生命的教会 加入不随从世俗的真正跟随上帝的子民 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应当跟从上帝或是跟从人 跟从世俗的传统或是跟从圣经 在这里全世界的人两极分化了 一边是领受上帝印记的人 另一边则是领受受的印记的人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刚才启示录的章节告诉我们 世上所有的男女老幼 最后都必须决定是跟从基督呢 还是反对基督 跟随上帝的人不论遭受什么迫害 都必持守他的话语坚定不移 而不跟从上帝话语的人 就会跟从人的传统跑 就像是挪亚的时代 洪水来临前方舟的门关闭了一样 在上帝的宽容时期结束时 恩典的门也会关闭 失落的人就永远无法获救了 耶稣的复灵即将到来了 但是在那之前 整个的人类都会面临一系列的大灾难 而且这灾难是全所未有的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众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承上帝大怒的七晚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编曲把玩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浅毒的窗 伸在那些有寿印记 拜寿相的人身上 启示录 16章1到2节 当启示录所提的七大灾难 接连地降到地上来的时候 一切的希望就再也没有了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经受过的可怕的灾难 第一大灾害是可怕的毒窗 长在人的身上 令失落的人产生剧烈的疼痛 紧接着还有六个大灾难就接连而来 河水和海水都变成血了 太阳也变成越来越热 像火一般的烤人 当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到地上来时 全世界的人就呈现一片的恐慌 在这样的灾难期间 一些获救的人在偏远之处找到了隐蔽场所 他们获得上帝天使的保护和供应 另外一有一批人被关在黑暗的经牢里面 看起来是被人遗忘了 但是上帝从不遗忘他们 终于上帝的子民在这样一个艰难时期获得保护 就好像是从前上帝降灾与埃及 保护以色列人一样 在这时期上帝忠心的子民就会彻底的反省 他们质问说我能够向上帝交代吗 最后他们因为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而大获平安 由于受了假基督的欺骗 那些可怜的成人者就认为他们唯一能够免除灾难的方法 就是消灭反对他们的人 于是他们决定在某一天去抓拿 并且消灭那些坚决持守圣经信仰的上帝子民 因此这个末世的属灵战场 就在于跟随人的传统 败寿的人和另一批爱耶稣 拼从上帝诫命的人之间的战争 这就是末世的哈米基多顿之战 世界的败坏已经挑战了上帝所能忍受的极限 上帝要来拯救他忠实的儿女的时间到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马太福音25章6节 在地球最黑暗败坏的时刻 人类长久期待的事发生了 上帝的声音从天上宣告说 一切成就了 打雷般的声音响测了天空 接下来有巨大的地震 也就是天上军队降临的信号 那些面容苍白憔悴了的上帝子民 这时因为上帝的父灵被彩虹和光环所环绕 他们的脸上放光 因为他们知道救主带着成千上望的天使 要救赎他们回天家去了 这件事绝不是所谓的秘密升天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亲自目睹这件事 并且大多数人都会大大惊慌 世上的恶人都要急忙地躲进山洞里面 或者是岩石底下 想要躲避圣洁的君王 就像耶稣预告的 那些抓耶稣 审判耶稣 钉耶稣十字架的恶人 都要从坟墓里面复活 亲眼看见他的父灵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上的声音 以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特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 吹号角的声音响彻了天空 救赎主 强游离的声音唤醒历代 已经沉睡着的信徒 醒过来 醒过来 在尘土里面睡着的人 醒来吧 长久以来 在人类的历史中 有许多的圣徒 在尘土里面睡着 如今他们醒来 带着年轻的 荣耀的 不朽坏的身体 不再衰老 也不再有病痛 残疾 那些在地上经受了灾难的 也会身体变化 在一瞬间 他们获得了新的 不朽坏的身体 那些吓坏了的恶人 与主耶稣和天使们相会 悲伤、罪恶和痛苦 就从此离他们而去 他们和主耶稣以及众天使之间 再也没有什么隔阂 而是可以面对面 亲眼看见彼此了 那些被遗留在地上的人 面临的是全球的大混乱 在魔鬼、邪灵的尖叫声中 夹带着地震 海啸 海啸 岛屿的消失 乌云溺布天空 再加上巨大的冰雹袭击 在这些灾难当中 侥幸生存下来的恶人 却会被主耶稣基督降临的荣光所毁灭 他们的尸首 散布在荒凉的地球上 从上帝创造地球以来 从来没有像这样 地球上没有任何的生命 唯有撒旦和跟随他的二天使 被遗留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 观看他们背叛上帝的结果 第五幕 千禧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租住那龙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二节 撒旦和二天使们 在他们自己糟蹋的地球上 被捆绑一千年 他们被捆绑在这黑暗 荒凉的地球上 撒旦和他的二天使们 只能够焦虑地等候将来的审判 撒旦和二天使们 所看到的是荒凉的城市 被烧毁的森林 和枯干的尸骨 这一切都是他背叛上帝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类似无底坑 没有人阴的地球上 撒旦再也无法施展任何恶行 撒旦真的是悲惨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又坐在上面了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当撒旦在地上反思 他的所作所为 获救的上帝子民 就与耶稣共享天上荣耀 每一个获救的人 都见到了保佑他们的天使 天使回答他们关于生命的问题 接着上帝就坦诚公开的邀请 所有的圣徒 一起来参与审判过程 公开的所记录 所有沉沦的人的生平 这样获救赎的人 就最后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们认为应该获救的人 却反而没有进入天国 失落的人 或许在地上时 隐藏的邪情思域 现在就通通都言行毕露 每一个灵魂 他们内心的属灵的征战 和每一个堕落的天使 他们犯罪的动机 都清楚地暴露了 上帝坦诚光明的审判方式 是值得人称赞的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所说的 圣徒要参与审判世界 在每一个罪人接受最终刑罚之前 他们在地上所有的记录 所有的挣扎 都小心翼翼地在圣徒面前审查过了 恶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以上帝的话来衡量 他们最终被审判的结果和下场 都将是坚定不变 最后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后 耶稣和所有蒙救赎的人 就准备回到地球 接下来撒旦 恶天使和成人的人 就要面临他们的最后下场 心灵谦卑的人 必定会继承这个新天新地 但是在那之前 上帝必须要做完祂最后的审判 并且将罪恶从这个宇宙当中完全铲除 第六末 罪恶的结束 我又看见圣诚心耶路士人 由上帝内力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在天上的千禧年安息结束之后 耶稣和蒙救赎的人 以及新耶路撒人重回地球 在新城耶路撒人即将着地时 耶稣就吩咐那些死了的恶人 从坟墓中复活 按照上帝的命令 历代没有扩救的恶人 就站在上帝面前了 护活的恶人这时候 仍然具有他们死亡之前的躯体 当耶稣下降时 祂的脚就在橄榄山上着地 大地震就紧接着而来 使得橄榄山分裂成为一个大的平原 于是荣美的新耶路撒人城 就跟着降在 耶稣为祂准备好的平原上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便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 要迷惑地上四方的裂过 叫他们拒绝征战 启示录二十章七节 令人惊讶的是 撒旦在最后一刻 仍然欺骗所有跟随他的人 并且使出浑身解数 集结他们包围圣城 历代以来的将领 军人们复活后 就使用他们过去 在地球上所运用的战术 想要进行一场世纪大战 这就显示出 他们的内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要是可能 他们甚至想要夺取上帝的宝座 用武力占领新耶路撒冷城 他们从没有想到 在打仗之前就已注定要失败 因为审判的制止已经来到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安全展开了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突然间在新城耶路撒冷上空 上帝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出现 恶人所计划的战争 就立即被摧毁了 当这些沉沦的人 观看上帝慈祥的面容时 他们就为自己过去 所犯的罪恶痛苦万分 他们想起每一次 他们做恶事的时候 拒绝了良心的责备 也拒绝了圣灵的感动 有些人到死的时候 还以为他们成功的隐藏了 过去所犯的杀人 或是其他种种罪恶 这时他们抱着羞愧的心 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12章说过 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此时当罪人一生的事迹 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时 他们就明白 原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 离弃了上帝赐给他们的救恩 很不幸的 新耶路撒冷城中的平安快乐 他们是无份的 他们所面临的痛苦绝望 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这些背弃上帝的人 无法否认上帝的公义 也无法否认自己的罪恶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哭喊着说 众圣徒之王您是公义的 他们都伏地敬拜生命之主了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盈与蒙爱的城 就由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启示录20章9节 最后 恶人们就必须要面临 他们因自己的恶行所造成的结局 在没有事前的警告 火与硫磺就从天上降下 地面就裂开 火就从地底冒出来了 当地底的火和深渊 把这些恶人吞下去的时候 获救的义人们就在新耶路撒冷城中获得保护 每一个罪人都因他们的行为受审判 罪状较轻的人就很快被火烧毁 罪恶越严重的人就在火湖里面受痛苦越久 那么罪魁祸首的撒旦 自然就必须承受最大痛苦 对慈爱的上帝来说 消灭恶人是件痛苦的事 但是他必须要彰显公义 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 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恶 牺牲了他的生命 但是很不幸的 那些沉沦的恶人 却不愿意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 而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恶付出惨重代价 那日临近 是如烧走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 必被烧尽 你们必践踏恶人 他们必入灰尘 在你们的脚掌之下 马拉奇书四章一到三节 当审判的火 最后逐渐熄灭时 全宇宙的义人就欢呼赞美了上帝 说 撒旦的罪行已经永远被消灭了 终于 宇宙已经有了永远的和平 上帝就开始来创造他的新天新地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 当地球被火结尽了之后 上帝就开始他那奇妙的创造大功 借着他话语的大能 地球就恢复了重情伊甸园的美丽 上帝从口中说出一些话语 绿油油的蔬菜和植物就盖满了大地 在上帝的命令之下 花草植物生命和水就充满了地球 数不尽的动物 各种各样美丽的生物 都在这里一起享受新的乐园 地球上的空气是新鲜的甜美的 优美的环境反映了创造主无限的荣耀 上帝要插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二切章四节 整个宇宙现在都已经安全了 新耶路撒冷城现在成为宇宙的首都 所有的悲哨物都在上帝爱的治理之下快乐生活 特别是从永远灭亡中获救赎的人 他们的喜乐是天上其他的生命所无法体会的 虽然宇宙中所有的罪和恶人都已经永远消除 但是罪恶的证据却将一直存留下去 那就是永远留在耶稣手上脚上的钉痕和勒旁的枪伤 当欢乐和永恒的日子一天天的展开 过去的悲哀就被上帝的荣耀彻底的驱散了 由于人类不再面临死亡 他们的智慧和学习就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他们不断的寻求知识 智慧就不断的增长 不再极限于地球 他们可以到无穷的宇宙各处去旅游了 宇宙是一个完美和谐的地方 并且有上帝的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圣经允许我们这个将来的国度 可以成为您永恒的天家 耶稣在十架上替您牺牲了生命 赦免您的罪也帮助您胜过罪恶 但是更重要的是 耶稣将来要和你永远地住在这个新天新地 祂虽然一心地想要救你 但是不能强迫你接受这个免费的礼物 这必须要你自己选择愿意接受 你现在就可以呼求耶稣 祂必定来到您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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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